去看急症室 在外國人身份 門產都要七八百元加治 住一天醫院 外國人要四千元一天 是普通病房 今天我請了我們在加拿大 很多年來的朋友 他做醫生Raymond 多謝Raymond抽時間 跟我們講關於醫療上的問題 大家好 我是在加拿大 多人多的註診家庭醫生 在這裡做了 都註診了三十多年左右 因為我們這陣子香港 人們經常提及移民去加拿大 香港人很多人都知道 加拿大是一個免費醫療的體系 所謂的免費其實是什麼呢 大家知道加拿大是萬歲之國 所以其實都是立上身上去拿出來的 基本上無論是永久居民 或者是入了職成為公民之後 大部分醫療的支出都是政府給的 包括了 就算普通的傷風感冒 你去普通悶診 看家庭醫生 到你看專科醫生 譬如說通波仔 甚至開心臟手術 開爐基本上全部都免費 有些特別服務是要付錢的 譬如說你要去住私家病房 那就要付錢了 重病的那些 加拿大也包含了 沒錯 香港為例 公立的醫院 其實每晚收回一個普通的床床費 可能80-200元 可能有少許藥的費用 都很低的 但在大病的情況下 標靶藥 甚至通波仔 都要自費 在加拿大來說 這個費用是否都是加拿大政府給的呢 基本上所有的藥都是加拿大政府給的 當然你說有時候有些特別的藥物 譬如說有些標靶藥 舉個例子 譬如說你癌症 有一次說有些藥物 他要利用了基本藥之後 沒有醫療達效果或者醫不到 政府可能會幫助你取得資助 當然有些病者有醫療 就真的要自己付錢 但那個不是多 大部分的藥物 如果是到長者 譬如說我的意思是說65歲以上 政府大部分的藥物都是免費 最近前一兩年 加拿大政府 譬如說我現在是當多 即是安達略省 在加拿大東邊的省份 小童至19歲以下的年輕人 藥費現在都包了 前朝政府已經批了這個法例出來 所以19歲以下和65歲以上 他們的藥費都是免費的 剛才提到手術上 譬如說假設要做白內障手術 不同的晶片的價錢有所不同 再好一點 有些針藥是要付錢的 可以說是一個很完善的 很好的醫療架構 我記得我當時 Dental 牙科 多少歲之前都是包的 就算小朋友 女生理檢查 出生到年紀大 普通生理檢查 基本上全部都包的 不過牙醫例外 全部都要自費 大部分大型公司 會有當中的Health Plan 即是健康保健 病者就會有一個 3rd Party Insurance 譬如有些保健公司 會幫助他付費用 未到移民之前 應不應該買醫療保險呢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就算是本地的人 叫一個救傷車 都要付200多元 偏遠地方到500多元 去看急診室 在外國人身份 門產都要700-800元 住一天醫院 外國人要4000元一天 是普通病房 未算深切治療部 所以其實說真的 加拿大旅遊 如果是沒有醫療保險的話 萬一真的有事 其實都是挺厲害的 所以我建議其實那些 譬如說老人家 長期病患者 特別有pre-existing condition 即是本身有很多病痛 或者是 就應該買定保險 有些保險公司會提供一些 譬如說 之前已經有了一個 condition 有些病 他都算進去 就算去外國 真的有事 他都包 當然保險自然的價錢 會比較昂貴一點 大部分的 如果是健康的人 年輕人 年輕夫婦 Emergency 即是急症了 有什麼事 你以前沒有的病 去到醫院看醫生 這樣包了 其實我都是很強烈的建議 非常好 現在整個概括來說 就是如果你沒有 Permanent Residence 或者Citizen的情況下 不單止你是來旅行 或者你用Work Permit 或者用Study Permit的話 其實是highly recommend 你自己本人去買一個當地的醫療保 就這樣計一計 Emergency 入院的時候 也有五千多元加幣 很厲害 是一天四千元加幣 因為我也想說一說 譬如香港 如果我上班的情況下 我不舒服 我就去家樓下附近的醫生 回去吃完沒有事就第二天上班 最重要都是拿一張醫生紙 反而變成是否家庭醫生 好像不是很重要 但反而為何加拿大 是需要家庭醫生這件事的呢 我解釋一下家庭醫生的工作 是做什麼 家庭醫生就是普通科 都是專科 所以其實家庭醫生是經過特別的訓練 俗了普通科 如果要做專科 在外國做深做 所以美加和英國的制度是有所不同 在加拿大 如果要看專科醫生 是一定要家庭醫生去轉介 是不可以自己去看的 即是說居住定居的話 一定要找到一個家庭醫生 不過我知道近年來 由於人口不停地膨脹 很多人都想來外國 例如加拿大 一個很舒服的國家 很坦白說一句 一個很好的國家 所以要找到一個家庭醫生 也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有些時候叫做walk-in cleaning 就等於叫做門診 例如去到醫院的門診 去到看 那些都是家庭醫生 去到那裡可能會有不同的醫生去看 而他們的跟進都不同 可能看一次症就是這樣 不會有紀錄 即是會有紀錄 但不會長期去跟進 例如假設有一個長期有糖尿病的病者 如果你去walk-in cleaning 不是說不好 即是說難一點跟進 每次去到不同的醫生 你有時看 有時跟進 有時可能有少困難 如果需要去到轉介 給專科醫生看 無論是外科或內外科 你都需要一個家庭醫生去轉介 Raymond 剛才提到 在19歲之前 以及65歲之後就免費了 中間那些稅數要給藥費的情況下 那些藥費大概是多少 其實就在加拿大的西藥 由於剛才所說 大部分都是政府採用了副廠出的藥 除非一些很新的藥 剛剛出是沒有副廠做 因為他們是拿了磚來 大部分的西藥其實都不可以算是額貴 抗生素 譬如你盤研西藥 都是10-20元左右 風濕藥 當它5-60元左右一個月 比利痛 香港有用 Adfil等等 其實都不吸藥水 其實都不算很昂貴 當然去到一些特別的 癌科的藥 或者很專門的藥 有些去到幾千至一萬元都有 都是可以很厲害的 去到那些的地步 其實都會 如果在加拿大的永久居民 政府多數都會爆 有時人道上 藥廠會資助 甚至乎會送藥給一些藥食社群 外國社會由於較為人道一點 所以都不用太擔心支付不到起藥費 好 完全明白 然後就想幫助香港人 因為去移民那些 未必英文都會說得特別好 幸好找到你做家庭醫生 就可以說廣東話 但如果在很多情況下 他們是不是都要用英文去跟他們溝通呢 但如果溝通不到 他們又會不會有幫助 如果在醫院裡面 如果來當多住 或者是滿地學 或者是溫哥華 BC省那邊 大部分都有很多華人的醫生在工作 當然 無論是家庭醫師 專科醫生都有 在醫院裡面通常都有翻譯 有講國語 有講廣東話 當然如果是普通去看門診 如果有長期被說老人家的話 楊過找到華語的醫生就會教你理想怎樣 因為溝通上會有些困難 有些詞彙 會教你深一點 年輕人說英文我覺得不會有問題 來到外國應該很容易學 特別小朋友很快就認識 但如果是老人家就沒有辦法了 所以如果你要家庭團聚 你要去到外國 不單止你兩夫妻要過來 你就有心理準備了 你是會需要幫她去看醫生 還有有翻譯的必要 這個也是我們作為子女的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心理準備 就會好一點 Ramon 不如你給一點貼士我們將會移民的朋友 好的 沒問題 如果是暫於醫療角度來說 我建議所有新移民的朋友 來到亞加拿大之後 盡快找一個家庭醫生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就是因為其實在外國 有很多時候你是需要家庭醫生的幫助 譬如說假設你要去車牌上的東西 牌童上的資助 譬如是政府的援助 很多的表格 很多東西是需要家庭醫生去幫助 當然你說我有事才找醫生 對 沒問題的 近年來加拿大由於移民多了 不單是中國人 外國人都越來越多 很多菲律賓、中東的朋友都移民 所以加拿大醫生的數量 其實是追不上移民的人口 特別是華人醫生 有時候也挺困難的找一個家庭醫生 所以我建議來到加拿大之後 盡快找到一個家庭醫生是最理想的 當然有時候不是立即找得到 盡量去密室或去找的地方 或者問問朋友各方面找到都是好 因為有了檔案之後 以後什麼事都容易很多 看症或者有病都可以找到醫生 疑科醫生都需要家庭醫生去介紹 假設小朋友突然半夜病了 或者下午病了 去到疑科醫生可能會爆發 都是不奇怪的 家庭醫生那時候就有很大的幫助 特別是老人家方面 很多的西藥腰筋 很多的東西 有家庭醫生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環 所以外國醫療方面 是一個免費的醫療 大家都要知道怎樣去 跟著系統 即是跟著制度去做 以後方便很多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 好 麻煩Raymond今天 不用客氣 資訊性應該幫到我們很多香港人 好 如果有問題 記得下次再幫幫忙 麻煩你 OK 好 回來了 如果你們有問題想問的話 記得在我這個YouTube Channel 下面 留言 寫下你們的問題 我們什麼都可以問的 比如生活 醫療 稅務 總之想問關於多倫多的東西 或者加拿大的東西 我都會盡量去 連結我的專業的朋友 去解答你們的問題 所以 記住 記住 留意我們 下一條片 再見